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案例课程考试时捐和试卷结构来看 它要求我们在四个小时内完成五道综合案例 这五道综合案例几乎都是计算题 所以这四个小时我们也可以从操作来看 就是不断地按计算器的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造假工程师要的就是钱嘛 最终都是数据 所以从这个试卷来讲 它也是从五道综合案例 从你一个造假工程师应该能够职业的时候 应该具备的一些岗位能力的这个角度去考察的 那么试卷的满分是120分 这120分里面除了图量价那道题是40分 那么其他的四道题都是20分一道题 合格分数线呢是72分 凡是住检部开考的这些职业资格的考试 合格分数线基本上都是试卷满分的60% 所以我们这门课目你要是考到了72分 就叫通过 所以我说我们鼓励学员也这么说 说我们这一类的职业资格考试 它再难它也是通过性的考试 它不是选拔 就是你只要满足72分 那么你就能过 你不管别人是82还是92或者甚至102 对吧 它是不像高考有个选拔 我考了这个分 我能不能过 还得看别人 那我们这个就是竞争对手就是我们自己 最大的对手或敌人 跨越的就是我们自己 只要你自己能够通过努力学习达到72分 那我们就具备我们这个考证的 基本的要求 对吧 好 第二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案例课程的特点 这个案例课程最大的特点就是量大 就是它的特点 如果案例课程最大的难点 它也是量大也就是它的难点 因为它要求你四个小时内不断的进行角色的转换 一会儿呢你是为招标人服务 一会儿为投标人服务 一会儿要为投资人服务 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在不同的阶段 比如一会儿是在那项目的决策阶段做估算 有的时候是在项目的施工阶段做结算 甚至在竣工阶段 对吧 做实际价款的一个结算等等 所以角色转换比较多 因为我们的岗位也比较多 但这个课程也有一个特点 就提型比较稳定 这个提型稳定呢 它也是跟它的考试历史有关 造假工程师考试是从1997年开考 一直到现在20多年考证历史 除了99年停考过一次 一直连续着 原来是四小时完成六道题 那么现在是变成五道题 但提型就是比较稳定 就是那几类提型 也就是考核我们造假工程师 你在职业的时候 这个岗位需要的一些能力 一些相关知识点的考量 这是案例课程的特点 所以它要求我们学习的收益 几个阶段后面 我们也会反复提到 第一阶段呢 你先要把所有的相关知识点 把它读懂 或者是把它听课把它听懂 那么第二阶段呢 就要上熟练度 你除了听懂会做题 你还要第二阶段 就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题 第三阶段你在模拟训练 对吧 保证我们这个顺利的取证 这个科目的考试学习 尤其是指的学习阶段 如果你塌下心来 我们既它可以当职业资格 就持证考试 当然是我们主要的目标 是我们通过 对吧 拿到证书 但你这门课程 你要整个比较系统的听完 或者做一些训练 你会对自己这个职业资格 就是你的岗位 和你可能要从事的岗位 可能会有很多思考 在理论上 实操上都会有一些提高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我们教材的框架知识体系 我们案例这本科目的教材呢 它是站在一个造假工程师 职业资格的角度 它要求体现的 或者是考量的 是我们在工程项目的 全生命周期里面 具备的全面的造假管理能力 对吧 这个全面的造假管理能力 我们也可以把它概括为 就现在我们业内说的 全过程造假咨询的这个能力 如果再高一点 就是全过程项目咨询的能力 我们现在还是强调造假 还是强调这个钱 对吧 在各种的计价文件的编制 审核的 还有一些成本规划等等 这些能力 所以它的就是 我们这个造假工程师 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岗位比较多 比如跟建造师相比 建造师它主要扮演的 它就是这个项目的施工阶段 我什么时候中标了 然后我把这个项目 把它从设计这个理念 把它转变成实体 整个这个管理 但我们造假工程师呢 你看在整个项目的 比如像前期决策 包括设计阶段 我们可以做预算 盖算啊 对吧 包括我们在施工招投标阶段 招标控制架 投标报价 然后在施工阶段 做一些加款的结算 甚至在竣工阶段 做一些决算都可以 所以我们的岗位比较多 那你要求你具备的这个综合的能力也强 但这个教材又有个特点 它是案例极井 就我们有时候看有一些教材呢 它是有一些相关知识点 然后给你一些原理 然后你再去应用 我们这个教材 叫建设工程造价案例分析 全都是各种案例的极井 所以这样的话 你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它就要求你有一个知识体系 然后来解决系列的一些问题 如果光是我们简单的阅读 从硬式来讲 它其实通过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所以案例科目这个 我们不提倡大家去完全自学 自学可能压力会比较大 我貌似我每个案例 八十几个案例都看懂 但实际上就怎么去考 那么高频考点在哪 一错点在哪 难点在哪 那么个人在较短时间内 其实比较难总结的 听这些课 我们就会把这些关注的 或者我们帮学员 会提前给大家整理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授课 或者大家的训练把它达标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 我们教材的这个六章 教材的六章 第一章是建设项目的 投资估算和财务评价 那么第一章其实扮演的 就是让我们造假工程师 为投资人服务 扮演这个角色 站在项目的整个前期 前期做这个项目的估算 有这个项目大概需要多少钱 这个项目从财务评价的角度 到底可行还是不可行 对吧 通过一些财务的评价指标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投资回收期 比如说我们的竞现值 或内部收益率 同时也进行一些不确定性分析 比如这个项目 它的抗风险能力如何 它的一亏平衡点是高还是低 对吧 这就是我们应该具备的能力 所以第一章比较稳定的 它在试卷里面 就是一个20分的题 一道案例 但第一章的这道案例 现在综合性也是比较强了 就20多年的考试 虽然我们说它提醒稳定 但难度也是达到一定的高度 你说再高不太可能 但这个难度 它是要求你理解 掌握后你才能较好的去把握 这个后面我们听课 讲课的时候 我们在陆续的 我们在深入 那么教材的第二章 叫工程设计施工方案的技术经济分析 有时候我们就把它盖过为叫多方案选优 就是作为造价工程师来讲 有时候你会 比如为设计阶段服务的话 那么设计院可能出几套设计方案 让你从经济的角度 钱的角度 从技术的角度 你综合评价下 哪个方案最优 比如通过价值工程法 或通过最小费用法 或通过费用效率法 来提出一些建议 那么再有一些施工方案 比如我们在招招投标阶段 比如为投标人服务 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技术方案 深基坑 它有土丁之户 有毛干之户 甚至有地下连续墙 或其他的职务方式 那你从技术经济的角度 去比选项 哪个方案最优 那么这是第二章的 那么第二章 我们可以为业主方服务 在第二章 我们扮演角色的话 也可以为设计方服务 就设计院 设计院给人提供 这个设计图纸的时候 其实也要提供他一套预算 我设计出来这个图纸 大概多少钱 所以我们打交道 跟我们紧密配合的 有的时候是很多的 就是结构工程师 比如说建筑师 或者结构工程师 还有就建造师 对吧 那我们也可以为施工方服务 就投标报价阶段 当然有的是EPC项目 就是设计 采购和施工 它是隔在一起的 那我们可以为他们 做一些整体的这个方案评价 那么现在的这个试卷上 这五道案例 原来的我们一共考试六大题 一章一题 现在第二章跟第四章 它是合着的 第二章跟第四章 合着出一道题 二十分的题 第四章 我们就直接跑到第四章来看一下 第四章是 让我们扮演是 这个项目的招投标阶段 可能为招标人服务 比如编一个清单 编个招标控制架 对吧 可能为投标人服务 编个商务标 投标报价 那么同时 不管你为招标人服务 还为投标人服务 比如我们有的时候 是在造假事务所工作 两方都可以服务 只是一个项目扮演 一个角色而已 那么我们需要具备的一些 这个知识平台 就是法规平台 考造假的 通常我们讲的 你要具备五大知识平台 就是懂技术 懂经济 懂管理 懂法规 懂信息 就现在很多软件 利膜等等 那么这个法规平台 在我们这个案例里面 考核我们 主要就是招投标法 招投标实施条例 包括我们的清单机甲规范 这些 那么这个第二章和第四章 它往往是合并在 现在从这两年来看 它都是把这两章的知识点 合并成一道综合案例 二十分 好 那我们再看教材第三章 教材的第三章是 工程计量与计价 也是我们造假工程师的 看家本领 是吧 我们跟建造师 比如说最大的区别是 他是做管理 就我如何把这套图纸 变成实体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进度啊 质量 安全啊 成本啊 包括现场啊 合同 我如何去管理 使项目升职 那我们呢 造假工程师呢 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 你只要给我一套图纸 那它需要多少量啊 它需要多少钱啊 就是我们要干的 对吧 你有了量单 你才还安排工期 对吧 你有了量 可能才能更好地保证 我们的价格 对吧 所以实图 算量 报价 是我们这个造假工程师的 一个核心的一个专业的素养 或叫专业能力的一个考量 那么这个第三章 它在我们整个试卷上 是以一道综合案例出现 它的分值最高 40分 给你图纸 如果你考土建的 就土建的图 或装修的图 对吧 如果你是考安装的 可能水啊 电啊 或其他相关的图 如果是考这个 试证的 那可能是稻桥的那些图 对吧 你考不同的专业 那么 就其他的相关的 知识平台 基本一致 就在这个实图算量报价 这里面 来体现你的专业素养 我们那个证 就是造假工程师证 它也是匹配的 你要考土建的造假工程师 你就要做土建的 这个土量价题 安装的就安装的 土量价题 这也是这两年 在这第三章 就是专业性越来越 这个 专业性的 针对性越来越强了 是让真正从事 相关专业的 这个造假人员 能更好的通过 或更适应这个试卷 所以从这道题来设计来看 它确实有专业的要求 当然你说 对一个小白 有的小白 比如说我从搞管理的 我跟造假相关 也想考这些证 那么我们如何去学习 那你就一定从基础阶段开始听 它你说再怎么考 它也有些 就是我们说 概率较高的 或者是从我们素养来讲 专业的素养来讲 你最基本的一些素养 你要具备的话 我们应试上 还是可以 较好的通过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去拿 120分里面的满分 我们拿它的72分 那有所为 有所不为 看哪些是你的强项 把它这个相关知识点 把它突破 然后或者是说 基本拿到相应的分值 哪些如果是你的短板 我通过较短时间的培训 针对性的训练 我能拿到里面主要的分值 这样我们从职业的角度来讲 也满足要求 因为你很难说 让我们一个职业 就是一个造假工程师 你非常强的专业 非常高的专业水平 水平在全过程职业 你可能在某个阶段 肯定是重点研究某个问题 但考试它是要求你 多少具备 就像我前面讲的 就学习我们这个案例 这个课程 它有个特点 就除了能满足应试的要求 它确实对你的这个岗位 或你未来的职业岗位 或者你未来的一些 这个就职业规划 它确实会有一些思考 会有一些可以 有一些理论上的一些积累 好继续我们看教材的第五章 教材的第五章是 关于工程合同价款的管理 合同价款的管理 它主要就针对一份施工合同 那么这里面在履行这份施工合同的过程当中 如果出现了合同中没有的变更问题 或者是索赔问题 或者是签证问题 那么对于造假工程师 我怎么去解决 你可能扮演这合同里的甲方 对吧 你可能扮演这个合同里面的乙方 比如说我们扮演乙方 现场出了问题了 对吧 这个问题造成了工期的拖延和费用的增加 那我能不能就这个事件向甲方提出 如果提出你的理由是什么 对吧 那么你工期索赔多少天 费用索赔多少钱 你的计算依据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第五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考核点 也是我们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 这个在试卷上就20份 它一般是跟进度计划相结合 就是你在履行一份进度计划的过程当中 然后履行一份施工合同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一些索赔变更签证的问题 那么考量你的这个职业资格的能力 那么教材的第六章是工程的结算与决算 就我们讲的造假人员来讲 一般都要具备武算能力 除了估算盖算预算 还有就像结算和决算 但从案例科目上来考试 如果我们仅仅说考证来看 这个第六章的结算是我们的要点 决算它是了解和熟悉就可以 重点掌握还掌握结算 结算就是我在履行一份合同的过程当中 我合同价怎么订的呀 我的第一笔钱预付款对吧 什么时候给啊给多少啊 要不要这个如果有一些材料预防 要不要扣啊如果扣怎么扣对吧 然后进度款怎么结 是按月结还是按进度形象结 还是一次性结对吧 要不要扣质保金扣多少 3%还是2%是以现金的形式 还是以我们银行保含的形式 是吧 那最后到竣工的时候 我们的实际总造价到底是多少 是比原来合同价是高了低了 那么差价在哪 是吧 还有多少尾款没给呢 都在竣工的时候去完成 是吧 所以这也是我们对一个造价工程师 应该具备的能力 主要的我们站位 是站在这个项目的这个施工阶段 那么好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这六章就是我们案例课程的 这个教材的框架知识体系 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它体现的就是我们一个造价工程师 在一个项目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当中 凡是有造价工程师岗位的 都要体现我们的能力 应该具备的岗位的能力 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金奖班的特点 那么我们这次开设的这个网络课程呢 它是有金奖班 有习题班 最后有一些这个冲刺班 和一些这个模考班 那么在金奖班就是我们前期 我们主要这个这个班级的特点 是要紧扣考试大纲 纲举目章嘛 你得知道考试有什么要求 然后按照我们的章节的顺序走的 先第一章到第六章这么走 那么到第二阶段 我们讲习题班的时候 我们是按提醒 按考试的提序 我们给大家讲解 让大家更好的应试 那么在这个金奖班这个阶段呢 就是按章节 先提炼出每个章节里面的基础知识点 你把最基础的知识点把它掌握 并进行专项顺练 然后你再去完成或者拓展你的综合知识点 那么有了综合知识点 你就可以解决一些综合性的一些案例 那么在这个金奖班 我们的案例都取自于或者摘自教材的典型案例 那么把教材这些典型案例里面分析 我们在历年考试当中 有哪些知识点是高频考点 哪些案例是要反复去阅读或者训练的 哪些是学员的易错点 这几个什么高频考点难点易错点等等 都是我们在这个金奖班要完成的 让我们考生具备扎实的我们的一个硬式的基础 他为我们第二阶段习题班做好准备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给学员的学习给出一些建议 那么对于基础薄落的学员 有的学员自己校称为小白 那么对于这样的学员呢 我们建议采用三个阶段学习的方法 是最有效或者是最科学的 因为你的基础点很薄弱 教材没来得及看 除了你要把公共科目学完 然后再学我们这个案例科目 那么站着案例科目的角度 我们的第一阶段的学习 就是我们基础知识点的一个夯实阶段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听课的角度去概括 就这个就是把它听懂这个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就是我现在马上要开讲的 也就是教材金讲班这个阶段 以案例的教材里面的典型案例的学习为主 那么在这讲课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围绕着每一章的基础知识点 高频考点和一些综合知识点 尤其一些典型的教材的一些提醒 给大家做逐步的一个解析 就是由意到难的那么一个解析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阶段 就是要把它听懂 那么到第二阶段呢 就是我们强化阶段 从训练的角度就是刷题阶段 因为我们考试就是要在四个小时完成五道案例 那么这个量大就是难点 所以在第二阶段也就是我们习题强化班的阶段 我们把历年典型的一些真题 还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综合案例 给大家足以解析 那么提高我们的速度 因为前面我们提到案例考试呢 不仅要有准确度还有速度 所以先是把保证我们能听懂会做 第二就保证有一定的速度 那么到第三阶段的学习就是冲刺模拟阶段 那如何保证在四个小时内 较高效地完成我们的试卷 所以网站呢 今年在我们往年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一些班 比如说有考点串讲班 有经题解析班 还有魔考人秘药班 就是模拟试卷 完全是站在今年的试点上 去模拟五道案例 然后让大家在指定的时间训练完成 然后典型的知试点可以讲解 还有是零考的一个点拨 这个然后在最后的这个阶段 给同学们针对性的指导 我们也把它叫模拟训练阶段 那么这个有时候我们自己 如果不听课的话 你这个自主地去选择一些案例学习 跟我们按照我们历年的考试的规律 和命题的趋势 模拟试卷 让你针对的训练 我们的效果还是不一样 所以呢对于基础薄落的学员 我们建议大家一定按这三个阶段 循序渐进 对吧 先教材金奖班 然后习题强化班 最后到魔考班的系列小班级 那么底下也有一部分学员基础 叫好 或者是去年因为种种原因 听了课也做了一些题 就是没考试或考试不太理想 今年又重新来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进入第二阶段的学习 就是习题强化这个阶段的学习 如果今年的课程 因为今年现在目前 那个习题班还没开 现在是在金奖阶段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去年的习题强化班先听着 因为典型的题型就那么多 重要的高频的考点 都是那么比较稳定 所以大家也可以提前切录 好 关于我们的学习建议 我们就给大家说明到这 那么到这儿 我们就把这个今年的 也就2021年全国注册的 一级造假工程师建设工程造假案例分析 我们这个金奖班 也叫教材金奖班 对吧 它的主要的内容给大家做了介绍 那么下次课 我们就进入我们第一章的学习 我会说明我们第一章的学习 第二章的学习 很期待 我们第一章的学习 我们第一章的学习 我再教一gins 我一直在这里 我一句转动 一点点 就是真的